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的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这一章所罗门就要提醒我们 天赋是喜悦公平和公义的 所以他也会看中我们心里 都是用什么样的天称在衡量他人哦 让我们一起来读真言第十一章 真言第十一章 鬼照的天秤为耶和华所赠物 公平的法马为他所喜悦 骄傲来 羞耻也来 谦逊人却有智慧 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 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 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 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 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 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 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 恶人一死 他的指望必灭绝 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 义人得脱离患难 由恶人来代替他 不前进的人用口败坏灵舍 义人却因知识得救 义人享福 何成喜乐 恶人灭亡 人都欢呼 曾因正直人祝福变高举 却因邪恶人的口就轻负 藐视灵舍的毫无智慧 明哲人却静默不言 往来传舌的泄露密室 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 无志谋 明就败落 谋事多 人便安居 为外人作宝的必受亏损 恨物几掌的却得安稳 恩德的妇女得尊荣 强暴的男子得资财 仁慈的人善待自己 残忍的人扰害己身 恶人经营得虚福的工价 撒异种的得实在的果效 恒心为意的必得生命 追求邪恶的必至死亡 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悟 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 恶人虽然联手 必不免受罚 艺人的后裔必得拯救 妇女美貌而无见事 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 艺人的心愿尽得好处 恶人的指望置甘愤怒 有失散的却更增添 有令习过度的反治穷乏 好施舍的必得风欲 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 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 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 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 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 艺人必发望如青叶 饶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 愚昧人必做惠心人的仆人 艺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 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看哪一人在世尚且受报 何况恶人和罪人呢 所罗门说 藐视灵舍的毫无智慧 明哲人却静默不言 其实这句话主要是在提醒我们 轻看别人的重量 误以为某些人身上 一点也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这样是会常常和宝藏擦肩而过的哦 鼓励你 每个人身上都带有天赋 独一无二的创造 学习欣赏别人身上的美丽之处 相信我们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赋 求你挪去我的骄傲 开启我的双眼 使我更懂得欣赏他人的美好之处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 欣赏他人的美好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